很多人关心的是越南排华暴动 就造成台商不小的损失 金融部表示这回大约是有425家台商受害 总损失大约1.5到5亿美元之间 我方已经向越南政府提出了24项诉求 那么越方目前具体回应了其中10项 双方会继续协商 而经济部长张家柱 9月份也可能会跟越南的计划投资部长会面 针对越南排华暴动 经济部次长沈荣金13号召开记者会 说明已经与越南代表多次交涉协商 我方提出24项诉求 越方已具体回应其中10项 包括成立双方跨部会工作小组 建立单一处理窗口 缩短台商木材程序 并且由越南央行专案核准受贷厂商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美元贷款 协助越南台商重建厂房等 就是核化工作证的部分 以及放宽台商聘用外籍员工 洗脚桥工作减免证明文件 以及在我们要求减免重建所需的机器设备 N5料进口等等 以及进出口的通关的一个 渐变措施文件顺位等等 这大概这10项都有具体的一个回应 经济部查访结果显示 这次损失台商大多集中在平阳省 其次为同奈省 以自行车业为主 这次共计有425家台商受损 其中25家厂房遭到纵火或严重破坏 有7家难以顺利复工 甚至有厂商可能撤资 经济部估计台商总损失约 1.5亿到5亿美元之间 间接损失金额达10亿美元以上 外界关切台商复工前的劳工薪资 该由谁来支付 经济部和业者表示 岳方处理态度积极正面 经济部也会继续为台商争取权益 经济部长张家柱九月份有可能 与岳方计划投资部部长会面 雨天TV陈旭文萧柏青台北报道